民间艺人们用泥土制作出各种各样精美小巧的泥塑作品 一直深受老百姓的喜爱 今天的龙广天地带您见识一种能动能叫的泥塑 高密泥塑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农广天地 从天津的泥仁章到无锡的惠山泥仁 从陕西的凤翔泥塑到河北的玉田泥塑 从广东的潮汕泥塑到山东的高密泥塑等等 这些以泥土为原料的泥塑作品 就像是被赋予了生命一样 在神州大地上繁衍生息了数百年 它们或粗广豪迈 或者细腻捐涌 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域性 赋予了各地泥塑作品独特的气质 今天走进我们视野的 就是来自山东的高密泥塑 这位年育古稀的老人家就是聂家庄高密泥塑的第二十代传人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聂西卫 老人农忙种地 闲事从业 是个淳朴的庄稼人 不善言辞 但一提到泥塑 老人立刻就来了精神头 打开了话匣子 所以这个泥塑的这个泥塑 它是从命草的初情就开始制作了 当时哪不是这个制作 不是想见的是泥塑的这个泥塑的模式 越来是由一位泥塑的独家 它叫泥宠夫 后来我在这个王阳门演艺术的时候 他学会泥塑的 但是不管是泥塑的 和泥塑的 正规都是泥塑的 泥塑 所以直到夏季呢 接近五百年的历史了 他那时候当时做的是国家庄的想象 也就是国家庄 他那时候国家庄 从老人口中我们得知 这涅加庄泥塑也就是高命泥塑 起源于涅加庄一带 涅是一族发明的一种古老的焰火制作手艺 早在明朝 这里的农民就多用泥土做容器 制作成焰火来出售 当地叫做锅子花十分盛行 因为在涅仕高级国家庄 销量非常好 所以周边的村庄 住民 他就要小庄 所以把这个市场 都互相展用 互相重做 所以涅仕就 又把这个院主体育外圈 搞上一个浮条 然后花儿的家庄 就突然多养多财力的东西 那利用了他的改革 他就一创新 学法在涅仕的国家庄的穷度 就提高了 但是你回庄庄 别人回小庄 说他们也独家地 考虑这个模式 所以涅仕呢 又把他这个图案 这个浮条 又想了谁去 老金元一看 涅仕的东西 涅仕的东西 乌仕又是 非常漂亮 所以是以后 就家有一定的食堂 小人又别变得好 所以他们呢 有效果 这涅仕装泥塑 就是在不断的被模仿 与不断创新之中 逐渐演变 后来 涅仕又将装火药的泥坯 改塑成娃娃和小动物等 老百姓们喜闻乐见的造型 验货放过以后 还可以将泥塑 当玩具或装饰品摆设 从这以后 泥塑的造型和品种逐渐发展 到了清朝乾隆年间 高密泥塑借鉴了当地 高密铺灰年画 和天津杨柳青木板年画的艺术特点 在表现手法上和着色上 有所创新 后来又逐步增加了音效和局部动作 让泥塑从不动 不想 不斗趣的呆玩意儿 变成了会动 会叫 会斗趣的活玩意儿 使声音 色泽 动作 融为一体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间艺术风格 高密尼塑 取财利益极为广泛 戏剧连谱 吉祥图案 民间传说 历史故事 相俗生活等 无所不有 作品花色品种繁多 但大体上可以归为两类 一是泥玩具 泥玩具是高密尼塑 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题材大多适应儿童玩具的心理 借取有关内容进行创作 既可观赏陈设 又可让儿童玩手 造型起恋夸张 神情生动 别具一格 过去民间流传着 孩子哭找他妈 他妈买个泥娃娃 逗得孩子乐哈哈的泥谣 可见 当时泥玩具 深受孩子们的欢迎 时至今日 泥玩具在山东一带 仍然流传不衰 二是丽人 丽人是高密尼塑传统艺术重要组成部分 其造型丰满 简练 夸大头部 着重刻画表情 主要为民间传说及历史故事中的人物造像 其中有半人高的巨型造像 也有小到方寸的小造像 其造型喜炼 夸张 色彩 色彩艳丽喜庆 形态 执着可爱 在全国众多的民间泥塑中 独树一致 造型有 观音 兽星 十八罗汉 猪八戒 悲媳妇等 随着时代的进步 聂家庄高密尼塑的取材分类越发的广泛了 除了取材方面的创新之外 在向多样化发展的过程当中 高密尼塑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形 色 生 动 四大特点 高密尼塑形态多样 其题材离不开喜庆 吉祥 有趣 这一点与高密的另外两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高密铺灰年画和高密简纸是同根同源的 高密尼塑的许多造型就来源于高密铺灰年画和高密简纸 这种把二维艺术形式进行三维立体化的创作手法 是尼塑艺人根据老百姓精神需求而产生的 如高密铺灰年画中的神像 在高密尼塑作品中就直接变成了塑像 不论是造型还是衣饰 处处都有年画的影子 高密简纸艺术飞升海里漫 尼塑作品也同样吸收了许多简纸艺术的形象 如《叫虎》《叫鸡》《摇猴》《对诗》等作品的造型 大都是抓住事物的主要特点加以夸张 着朴而简约 极尽于简纸 但正是这种似是而非 接护于似与不似之间的感觉 才是高密尼塑造型的特色 别有一帆意境 高密尼塑的艺人特别重视彩绘 有所谓三分塑七分彩之说 色彩受高密铺灰年画和杨柳青木板年画的影响 艳丽而不俗 并且用色概括简约 有的几乎不能再省略 高密尼塑的作品在图案文样与底色的关系上处理得当 所谓远看颜色 近看花 既有大的色彩效果 又经得起近看 局部不影响整体 底色与文样相互衬托 图案文样要做到 少里看多 多里看少 即妙在多而不乱 达到细细品上 有看透的艺术效果 高密尼塑 与其他地方尼塑 最大的区别 也是最大的特色 就是可以发生 在传统的高密尼塑中 有三种造型最为常见 叫做高密尼塑三大件 这三大件分别是 叫苦 叫姬 和摇猴 其中的叫苦和叫姬 都是会发生的 叫苦由前后两部分组成 中间用薄羊皮或皮纸连接 体枪内空心处安装能发响的哨子 这样推拉摇动就能叫能响 脚肌底部装有哨子 用嘴吹就可以发出声音 近些年还出现了一种转鱼 上面安装有小鼓 转动时可以发出声音 还有一类的高密尼塑的作品中 艺人们巧妙地利用了弹簧和皮筋的特性 摇摆之后产生动感 使作品活起来 比如这三大件之中的摇猴 就是高密尼塑这一类作品的代表 它不但会发生 而且在连接处装有弹簧 用手一摇动 就会摇头晃脑 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还有一些人物造型的纱帽上装有弹簧 烧家一动就有动感产生 令人趣味横生 我们看到的这组官公 周苍 官屏的组合人物像 曾在北京展出 被评为中国一角 还曾经飘洋过海 俯日本展出 受到日本业界的一致好评 高密尼塑长期以来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许多作品动静结合 形神俱备 制着中 套着精巧 汉后中 显露灵秀 在这其中最著名的 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就要属高密的 教虎了 下面呢 我们就以 教虎为例 给您展示一下 高密尼塑的制作工艺 首先我们来说 活泥 在高密一带 尼塑的基本用料 泥土 需要精心准备 通常是取自地下 一点五米左右深的 黏土 当地人称为 红缸子土 这种土壤带有粘性 质地又比较细腻 杂质较少 可塑性极佳 最适合用来 制作泥塑作品 这些红缸子土 挖来后 堆放在自家院墙外 待到九至十月份 农贤时 随用随取 极为方便 除了红缸子土之外 还需要用到一些细黄土 细黄土的用量 根据作品大小而定 越大的作品 加入细黄土越多 具体的比例掌握 全凭一人经验而定 使用时将两种土 加水活成泥 活泥时 要经过反复的杂 采 使泥土增强粘性 并且质地更加细腻 密实 泥土准备好之后 就可以进行泥塑的制作了 制作泥塑 首先是制子 制子 就是手工捏制出 泥塑的圆形 取一块活好的泥 运用雕 素 捏等手法 塑造好一个形象 从下到上 由里到外 以起合成 在捏制的过程中 老人对我们讲 这高密的泥塑 历史久远 在民俗文化上 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被民俗学专家 称为 历史的活化石 像当初 聂家庄一代 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泥塑 但传到现在 真正的高密泥塑艺人 已经不多了 并且大都是些高龄的老艺人 就拿自家来说 自己已经七十多岁了 自己的大儿子 聂人传 随父从义 也已年近五十 再往下的第三代中 就无人愿意 继承这门手艺 放眼整个高密地区 现在的年轻一辈 虽然有不少人 对这项传统技艺感兴趣 但这些年轻人之中 能得其经验者 可说是凤毛麟角 单就手工捏制 这一关来说 别看这迷歌的捏起来 貌似简单 但能真正把握住神愿 掌控好细节 却是极为不易 自己也打算将来 收几个弟子 把自家泥塑 这些绝活传承下去 将来好让涅饰泥塑 发扬光大 老人说着落着 不一会儿的功夫 一个怒目横眉 昂首俱立的泥老虎 就逐步呈现在眼前了 老人又捏出了 泥老虎的后半部分 晾干后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工序 翻模了 翻模就是 制作批量生产泥塑的模具 做法很简单 先用泥土做成一个匣子 刚好盖住模型的一半 另一半倒入石膏 待半边的石膏凝固后 翻转过来 再制作另一半石膏模具 注意 在两片石膏中间部分 要涂一些泥土 防止石膏粘连 最后 去掉泥土 模具就做好了 脱胎就是用拇指引压泥塑皮胎 通常是先把和好的泥擀成片状 然后将泥柄放在模具中 用手指按压 重点是泥塑造型的凸起部分 一定要按时 不能留下空隙 按好后 将两面模具对起来 再用手指伸到两模对起的空洞里 将对接的泥缝按好 用手指控制厚薄度 处理好内部泥缝后 再按一个底 其在泥塑下部沾上一片泥 使泥塑中空外延 用竹片将露在模具外面的泥刮去 然后脱模晾干 最后 要留好气孔 使胎体内外空气流通 以免胎内空气压力变化 破坏泥胎 在泥胚晾晒到半干时 修整泥胚 用刀 修取多余的泥 等干到一定程度后 就可以进行装哨了 装哨时 首先将芦苇杆切成段 然后再一端用刀 削成有一定斜度的口 再用薄膜或油纸安装好 纸张要求有防水性 避免潮湿影响哨子发生 哨子要求 不论是吸气还是吹气 都可以发生 将做好的尾哨 用胶固定在 胶虎腹部流出的气孔上 越圆越好 以防漏气 用薄羊皮或皮纸 剪成条 先在胶虎的尾部 用胶水为一圈贴好 留好接口 再将前半部分 接上去后 粘合皮纸接缝 前后两段泥胚之间的距离 大约留有两厘米左右即可 装绍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呢 也就是上色了 上色素有三分素 七分彩之说 所以呢 高密尼素的艺人们十分的注重这一步 我们来具体的看一下该如何上色 一般进行彩绘之前 先上一层白色做底色 当地称为土粉子 可以保持作品表面洁白光滑 便于吸收彩绘颜色 上色多采用品色 又称为水色 简单来说就是指植物染料 与之对应的是石色 指的是矿物染料 用来上色的品色都要参加一定量的胶 可以加强颜料的附着力 实用的胶一般是生物胶 如皮胶 骨胶等 胶在用之前 必须在炉火上事先加热融化 而调和颜料时 则需要在特制的小炉上进行 将品色与胶和水混合后加热 使其充分的融合 品色与胶和水的比例 全凭一人经验判断 气温越高 加入的胶越多 水越少 一般多选择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来画 这样画出的文献 才不走样 如果气温超过30摄氏度 颜料容易流淌 一般就不进行上色工作了 上色的步骤 一般来说是 先大后小 先广后霞 先粗后细 绘制中讲究做到 心 清 齐 暴 四字觉 第一是心 心就是抓住人的视觉的第一印象 色彩要新鲜 明快 醒目 作品鲜明光亮 使观者耳目一新 第二是清 清 一是指清爽干净 在画的过程中保持清洁 二是指用色要纯 红要红的燕 黄要黄的鲜 蓝要蓝的纯 白要白的净 要保持色的明度 使人感到明朗爽快 用笔干净 不邋遢 第三是齐 齐是指笔法整齐 直线要直 曲线要活 线接要清晰 第四是暴 暴是指用色强烈的意思 因为高密泥塑作品大多本身体积较小 泥坯的纹理起伏变化不大 因此要求在色彩上调子大胆强烈 采取对比色彩 以引人注目 到这里 一只树木瞪眼 昂首俱立 胸挂桃红大花 既威风凛凛 又憨态可居的高密泥塑教壶 终于制作完成了 用手拉送首尾 就有教征发出 衣物在手 给人平添无穷乐趣 完成后的泥塑作品 如果想要长期保存下去 要注意以下两点 首先 泥塑的保护重点还是控制好湿度 因为潮湿是使泥塑损坏的主要原因 室内应保持良好的通风条件 空气要清洁 干燥 这对于保存泥塑作品的完好是很重要的 其次 要注意光的影响 避免长时间的阳光直射 一般来讲 在暗处保存效果较好 高密泥塑在历经数百年的积淀与生化之后 早已经成为了名阳中外的民间工艺 他走出国门 远舍重阳 成为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和喜爱 虽然高密泥塑并不以技艺高超而文明 但他却凭借着朴实直观的乡土气息 征服了众多的现代人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民间艺术品 能够像高密泥塑一样 绽放出属于自己的色彩 好了 本期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如果你想采取栏目更多的内容或者信息 请你登陆本栏目的官方网站 感谢收看 待会儿